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险渐行时即将播出 虾农渐接济 在江苏须已 小龙虾已经发展成一条庞大的产业链 虾农老师所做的事 就是产业链的第一环 小龙虾养殖 老师承包了720亩水田 专门用来养殖小龙虾 每年的产量能达到300万斤左右 能给它带来150万元的收益 最近一段时间 老师家的小龙虾滞销了 到了秋末 销售伟继 水田里还是有小龙虾没卖出去 老师决定要将小龙虾加工一下 冷冻起来 然后低温保存 这样可以给它争取一段缓冲时间 以后慢慢向销路 于是 他找到了当地的一家 小龙虾冷冻加工厂 在这个小龙虾加工厂里 收购来的小龙虾 要经过油炸 浸泡入味 然后摆放在盒子里 加上各种调料后 把它们速冻起来 这样就可以储存比较长的时间 在小龙虾加工的众多环节中 冷冻是最关键的技术 它直接影响成品虾的品质和口感 一些关键的基点和技术 如果不长了的话 搞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或者效益很低 在小龙虾加工行业刚起步的时候 通常是使用冷库 将小龙虾冷冻保存 零下35摄氏度的冷库 用6到8个小时时间 将成品虾冷冻起来 然后再放到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里储存 最后通过冷链物流运到全国各地 通过这种方式 小龙虾的保存期限 可以达到一年 虽然用冷库冷冻可以达到长时间保存的目的 但缺陷 也逐渐显现 通过这种方式 冷冻一段时间后 小龙虾的口感会变差 和新鲜的虾相比 差别很大 这是因为在冷库里 小龙虾要达到零下18摄氏度的保存温度 需要将近10个小时 而在这10个小时里 很容易产生细菌和微生物 这将直接影响小龙虾的口感和保质期 口感不好 必然会影响小龙虾的品质和销路 有没有办法加快小龙虾的冷冻速度 缩短冷冻时间 从而尽可能保证小龙虾的品质和口感呢 食品加工行业的研究人员 先后尝试了不同的制冷剂 试图实现这个目标 例如空调里常用的制冷剂福利昂 给滑冰场制冷的液氨等 希望能利用它们缩短冷冻时间 但效果一直不理想 随着冷冻技术的发展 近几年 一项新的技术逐渐应用在食品加工行业 那就是液氮速冻所先 液氮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迅速让食物速冻到适合保存的温度 大大缩短冷冻时间 通过这种方式 冷冻的食物在保存一年之后 也能保持和新鲜食物差不多的口感 但液氮究竟是什么 它真的具有如此神奇的能力吗 是否可以用它来快速冷冻小龙虾呢 我们准备进行一场实验 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液氮 也就是液态的氮气 氮气就存在于我们呼吸的空气之中 可以占到将近五分之四的比例 液氮在长压之下 可以达到零下196摄氏度的超低温 所以在倒的时候 可得小心一点 我感觉到了一股冷气直扑我的身体 而且大家能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雾气 刚刚把液氮倒进玻璃碗里 玻璃碗瞬间就被冻裂了 足可见液氮的冷冻能力 于是我们把玻璃碗换成了不锈钢盆 其实液氮在生活中还是挺常见的 在饭店当中 有时候一道菜品刚端出来的时候 呈现烟雾缭绕的状态 这个原理就是 液氮在空气中会逐渐气化 而空气中的水蒸气呢 遇冷就会凝结成雾状 我手中的这壶热水 就是加剧了这个反应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下面的这个试验 看看我手中的这两只虚仪小龙虾 放到液氮里 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感觉液氮瞬间就沸腾了 放进去大概有十多秒了 现在我们把它捞出来 看看它现在怎么样 拿出来的瞬间看看 瞬间挂满了这个白色的霜 这只先放到水里 再看这另一只小龙虾 十几秒的时间 它已经动得这么结实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小龙虾的造型张牙舞爪的 应该就是它刚刚进入到液氮时 它所做的动作的原貌 看来它速冻的效果已经是非常强大了 那么它保鲜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刚才我放进水中的那一只小龙虾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刚刚被冷冻的小龙虾 在水中竟然慢慢冻了起来 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等待和观察 这只小龙虾 它已经逐渐地开始恢复活力了 小龙虾被短时间速冻后可以复活 是因为小龙虾体内的细胞 被冻成冰晶后 体积变化较小 它的重要组织 没有受到致命损伤 所以放入水中后冰晶融化 小龙虾还是可以保持活力 所以说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 液氮它的保鲜和速冻的功能 真的非常强大 现在液氮速冻技术 已经应用到小龙虾加工环节 当季卖不完的小龙虾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存 这样一来 即便不是小龙虾收获剂 人们也能品尝到 鲜美的小龙虾了 这种隧道式的液氮速冻机 只要将清洗烹饪好的小龙虾 摆放整齐后送入隧道 就会有液氮气化后产生的冷风 不断地吹这些小龙虾 使它们表面快速冻结 瞬间达到零下100多摄氏度 然后在接下来的轨道运行中 慢慢冷冻小龙虾内部 使它的内部温度达到零下18摄氏度 这样速冻可以减少细菌和微生物的滋生 将小龙虾的保质期延长到18个月 但为什么速冻的都是烹饪好的小龙虾 不能像我们之前一样 直接速冻新鲜的小龙虾呢 用熟虾的话 它的版型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我们还不用火药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它本身虾的微生物和细菌比较多 它这样速冻我以后啊 这种的储藏期是很短的 要让小龙虾保持新鲜卫生 长久储存 不仅要先将它们煮熟 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 达到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 将它们冻透 工作人员不停地调整 液氮速冻轨道的运行速度 一遍又一遍地速冻小龙虾 看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冻透 经过近百次的试验 它们最终确定了合适的速冻时间 根据小龙虾重量不一样 液氮冷冻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比如重量为四千到六千的小龙虾 速冻时间在20分钟左右 一两以上的小龙虾 速冻时间则为25分钟左右 虾冻们卖不出去的小龙虾 通过这种速冻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只是这速冻的小龙虾 口感上和新鲜烹饪的小龙虾 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呢 这可直接关系到 虾冻们将来的销路和收入 我们准备试试看速冻后的小龙虾 究竟口感如何 工作人员准备了两盘小龙虾 一盘是新鲜的小龙虾烧制的 另一盘则是经过液氮速冻 保存过一段时间的小龙虾 它让我们猜一猜 到底哪盘是速冻过的小龙虾 我尝尝我已经迫不及待 拿着这手套了 因为刚才我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 其实从外观上来 看我觉得这两盘小龙虾 并没有太多区别 我先尝一下离我最近的这一盘 这是肚带低温中 15到30分钟的时间内 对小龙虾进行速冻 能快速在它体内 形成小于100微米的细胞结晶 从而较大程度地保持 小龙虾的鲜味和营养 在了解了液氮速冻的好处后 老石终于放下心来 他打算将没有卖出去的小龙虾 加工后速冻起来 慢慢消瘦 可加工成什么口味呢 创新渐行时 稍后继续 在虚拟 最知名的小龙虾口味 就是十三香 几乎每家小龙虾餐馆都会做这道菜 我觉得这个辣呀 就是辣在嘴里 还真没有辣到喉咙和胃里 这味道虽然好 可很多小龙虾加工企业都有这个口味 老石觉得没有竞争 有没有什么新口味的小龙虾呢 其实 还因为他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决定了以泡菜龙虾作为加工口味后 老石继续研究起了自家小龙虾的销路问题 过去老石他们销售小龙虾 大多是等经销商上门收购 再由经销商销售到全国各地 但最近一段时间 物流运输受到很大限制 这对销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传统的销售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如何将这些美味的小龙虾 送到食客的餐桌上呢 老石决定试试互联网销售 最近他身边的很多小龙虾养殖户 都开始通过外卖生鲜平台 利用快捷的物流 将美味的小龙虾输送出去 还有一些人做起了直播带货 自家的小龙虾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出去 想到这种可能 老石就坐不住了 他开始打听当地的直播达人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人叫郭正 原来是一名虾农 前几年 每天为了销路一筹莫展的他 如今已经是一名 拥有30多万粉丝的互联网达人 开直播发布短视频 做得风生水起 这个衣服的话就是我的战袍啊 你看红色对不对 好处就是它不仅是红色 鲜艳红红红 您是一直穿着这个衣服是吧 对龙虾也是红色对不对 而且比较高的识别度 这样也是方便这个观众 能更好的记住你 对我穿上以后就像穿上战袍一样 穿上以后感觉浑身 就信心满满 充满了亲情 我穿上以后很多人认识我 因为他的设备度比较高 在虚拟 小龙虾的市场价每天都不一样 而郭正每天要做的 就是公布这四种规格 小龙虾的价格 因为内容针对人群精准 所以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就这样 郭正既报价也卖虾 短短几个月就卖出去了 几万吨小龙虾 有了成功的先例 老师对网络销售充满了信心 他决定借鉴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直播方式 为自己的龙虾带货 他的进阶之路 会继续走下去吗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从创新养殖模式 到涉足小龙虾加工产业 研究网络销售 像老师这样的虾农们 一直在主动创新和拥抱创新 遇到困难 总有人会不甘于 向困难妥协 在求变的过程中 不仅是在改变自己的生活 甚至可能会带动 一个行业的发展 相信他们在一次次 主动拥抱时代浪潮的过程中 会不断进阶 带给人们更多 更美好的味觉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